勤努力 這場開放勝出肉的 都勤強 本館董貼鵬 維修仁館 請訪訪證證 就開始進行菩薩了 這是剛入手的 本館在處被掩出 有勤劉感的以前 也將要菩薩終於九千吃的肉 在斗南發現 就是原先的案例場 那我們防疫所 針對案例場 一公里的一些勤廠 就是之前發生過勤劉感的 安利産的一公里的勤廠會進行監測 那在斗南的這兩處的一個漏壓廠 那經過監測以後 檢測出H5N2亞型高病原的一個勤流感 這在六月份才受到控制勤流感 不少到現在還在處在肉中被檢測出來 本年官農業處長在有市長表示 選這次感染勤流感的兩種肉中 希望並沒有一生但是為了要保安全 所以專門進行剝散 那也有人說鴨是屬於飽毒動物 但是在病毒在這些鴨的體內的話 會繼續繁殖複製 那會排泄出來的話 那這些相對的一些排泄物 可能會造成整個勤流感的病毒的一個擴散 所以目前採取緊急的防疫措施 就是將整場的一個漏壓去鋪散 某些婦人官占對勇勤調四百外長進行鑑測 調四長表示 他們希望真正都是風雨的工作 將勤流感採取婦人官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潜流感的發生的案例場的話 大概有449場 那針對這449場周邊一公里的養磷場 那我們防疫所本身的話 也都會對這些養磷場 進行採樣去做監測 那一旦監測出有高病原的勤流感的時候 那我們採取的措施就是不殺 這比菩薩的肉 中央麻將會得到六成農業補助 因為上面的補助有一點正義 農業主也希望農民可以上色看補助的規定 來確保自己的觀念 記重監測採訪報道 好